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老婆清洗車資訊網 我是大魔王Singer 每次到了暑假就是大家買車的時候 那不管大家是要上大一存錢買新車 或者是說已經打工一段時間存夠的錢要買車 在這個時候很多車廠會推出新款車 甚至有加碼的促銷 就是希望能在這個時候跟想買車的人一拍即合 那究竟對大一新生來說 該怎麼選車該怎麼挑車 就讓我跟各位分享吧 今天我們會有幾個面向 包含比如說價格還有你的使用距離 還有用途跟各位身材後續的保修這幾個面向 來跟各位分享該怎麼去挑車 那首先是價格的部分 目前的白牌機車價格最貴的從三十幾萬 到最便宜的五萬左右基本上都買得到 但是到底是該買貴的還是該買便宜的 那貴的車一定適合你嗎 便宜的車就一定不夠用嗎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大家來討論一下 那首先就是要決定你自己的口袋 有多少錢 深度夠不夠 夠的話當然可以稍微往上選 如果說你今天的預算其實是有經過思考 有經過設計的話 那其實便宜的車或許也非常夠用 第一步看看你有多少銀兩太貴的先不要 小貼一點考慮看看 再看你重視的是外型還是動力 或者 我全都要 接著就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 那關於距離的部分呢 你必須考慮說你今天從家裡出門 到你的工作或是到學校的距離有多少 用這個方式來決定說你該買的車是100cc的 還是125的 甚至是150還有以上的車款 根據我們的了解 如果你今天每天通行的距離 比如說來回在40公里以上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建議你選的是125甚至150的車款 那如果你經過的地方在山上 比如說像台北來說像文化這種需要爬山的學校 那我們會比較建議你選擇馬力稍微大一點的車子 學150甚至更高的車款 因為這樣子你在爬山的時候 在騎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那如果你今天的使用狀況 大部分都在市區 比如說你住市區 那學校或上班地方也都在市區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選擇100cc 甚至有些某些比較便宜的125 其實就夠你使用了 第二步打開Google大神 算算你的通勤距離 再看看有沒有上山下海 或者你的帥車只是用來 去巷口便離商店臨網拍 買菜買雞排買真奶 幫媽媽買醬油幫你朋友 六狗當姊姊大人的跑腿狗 或是送你喜歡的人去見男朋友 那另外呢是身材的部分 因為每個人的高矮胖瘦 腳的長度都不一樣 那所以呢我們在買車之前 必須非常注意這台車的座高是多少 因為很多的車款它的重量比較重 座高會比較高的時候 對於身材比較嬌小的女性 或是男生來說 其實是會有一些風險的 尤其在迴轉的 或是在停紅燈的時候 都有可能因為腳踩不到地而倒車 雖然呢很多方法可以克服沒有錯 不過對於新手來說 我們會建議你找一台 身高比較適合的車款 是比較安全的 那當然我們也建議說 各位在挑車之前呢 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座高 甚至呢去車行實際上畫畫看 去看這個車的重量 這個車的座高是不是能符合你的需求 那另外呢 在停車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停車會非常擠 那你要把車移出來 要搬動 這個都是非常需要力氣的喔 那所以也會建議各位 尤其是女生喔 去實際上慢慢看那個車的重量 你是不是能夠負擔 這樣子才能確認說 這台車是不是 你可以駕馭的車款 第三步照照鏡子 看看自己是高矮胖瘦 踩不到地 小心像這樣 好了 不要再玩老闆了 車選太小 喝 記得勇敢又誠實的面對自己 有機會就去試跨一下車子吧 那用途的部分呢 這個其實是大家必須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為目前有電動機車 跟燃油機車可以選 那如果呢 你今天的使用狀況都是從家裡到學校 家裡到工作地方 非常固定的來回 也不會到處亂跑 那其實我會建議你可以選擇電動車 畢竟它 不用加油 換電或充電非常方便 但是如果呢 你的使用狀況是 可能有時候需要打工 需要跑很遠的地方 甚至呢 可能下課會跟同學 去夜衝去哪裡玩 甚至要去荷環山 去武嶺 去到處跑的那種人 那你可能比較適合所謂的燃油機車 然後勾勾的說 幹 我們可以環島耶 第四步 確認自己是否是邊緣人 出遊 夜衝 出去玩都不會有自己的份 嗚~~~~~ 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自己跟自己出遊 夜衝 出去玩 都不會被其他人影響到行程 那最後呢 就是所謂的 後續保修問題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 可能在意 但是他並不了解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最直接的第一個是 輪胎的大小 我們目前知道主流車款呢 輪框有13吋 有12吋 有10吋 這幾種 那當然因為輪框越大 輪胎價格就越貴 所以呢 這也是大家要考慮的地方 那另外 就是換機油 比如說1.2公升 1公升 800cc 甚至有少到650cc的這些車款 那當然 機油量越多 換機油的費用就會越高 這部分也是大家需要考慮的地方 那有些車款呢 它的機油量比較多 有些比較少 每次保養的費用就會不一樣 那當然 換油里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有些車是1000萬 有些車是2000萬 那長途騎下來的時候呢 價錢就差了一半 所以這部分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第五步 輪胎有多大 機油有多少 維修據點哪裡找 後勤保養該思考 如果天時地利又人和 命中帶有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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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裡面的車 所有車全部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呢 然後我來決定說 我最重視的是什麼 譬如說我最重視的是外型 那我就用外型來挑 外型不喜歡的我就把它丟掉 留下外型喜歡的 如果我重視的是性能馬力的話 我就以馬力為重點 馬力最高的幾個我留下來 來看 挑完之後呢我再選第二項 我的使用樣貌是 譬如說我每天續續需要 通行距離是很長的 那我可能就選擇150 甚至180 200的車款 如果今天我的使用狀況是市區 那我可能就可以選擇100 甚至比較便宜的125的車款 其實就可以了 用這種方式慢慢的篩出 你最後要的車款 然後再來比較你重視的項目 譬如說你的置物空間啊 你的保養費用啊 這些等等的部分 就是用這種方法呢 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最適合你的車款 聽完了以上範例 心中有首選了嗎 如果還沒有 歡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討論哦 那這邊呢 要跟第一次買車的各位 特別提醒了一個 就是說現在 如果你買車的話 我會非常的強烈推薦 購買有ABS的車款 如果真的沒有ABS 你至少要選擇有CBS的車款 因為 雖然說價格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現在政府有補助4000 ABS補助4000 CBS補助1000 所以這個價差其實不會負擔太重 但是安全性呢 絕對是有非常大的加分 如果沙拉是新手的話 有ABS這個系統 真的可以幫大家 減少很多的事故 跟傷亡的機會 所以我非常的強烈 建議跟推薦 當然它也不是沒有缺點 我必須這麼說 因為ABS的車款呢 基本上 不能改煞車卡錢 所以對那些 改裝狂熱者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但是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 我真的很推薦 要選擇ABS的車款 哪一家都好 有就比沒有好 另外呢 我也希望大家在買車的時候 除了考慮自己的口袋深度之外 也要預留一些費用 來買人生布品 一個好的安全帽 手套 防摔衣 甚至呢 多留一些錢 後續保養 或者是 保險的部分 因為現在那個 我們所謂的第三責任險 其實是非常便宜 當大家在路上的時候 難免會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有個保險 可能一年一個 幾千塊 三千四千 可是可以減少大家很多的麻煩 這個部分也是我非常推薦大家要把錢 預留一部分在這裡 所以當你選車的時候 當你在真的使用用車的時候 能夠避免很多的麻煩 減少很多的風險 其實這是比較實際的 以上呢就是我們為 第一次買車的各位 所做的推薦 跟分析 那希望呢 都有幫助到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站著是不是 這樣看起來出來是女生嘛 廢話 廢話 因為我想說 元寶如果帶那個 看起來也像啊 那聽我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想知道 你們女生是怎麼挑車的 比如你呢 外型 外型 外型啊 越帥越好 那我剛剛講這麼多 你們是搞得真笑的就對了 就是怎樣 好下次見 拜拜